世界多个国家,包括本国和中国 都普遍采取了人念识别的高端科技 用在海关检查和公共安全的政策人物 中国甚至有无人超市和面部素描餐厅 都是利用人念识别科技来购物付款 本国也有商场用这种科技统计顾客流量 那做是否侵犯了私隐呢? 是否周全妥当? 是否合法呢? 请收看星期五晚十点,传媒对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